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兩個病好像很久不回答 基本上我們一個病是由血糖控制不好而引起 另一個病是因為很多牙石而引起 但有很多證據都顯示 原來這兩種病是會互相影響的 我們稱為一個傷心病 原來我們不理會一個病 另一個病都會變壞或惡化 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原來你有牙周病的時候 患有糖尿病的機會 是比沒有牙周病的病人多數三倍 而反過來 當你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時候 基本上在糖尿病來說 我們知道有很多病發症 包括上眼等等的情況 但原來第六個病發症就已經是牙周病了 即是說你的血糖控制得不好 你的牙周病也會有更多的組織 去破壞你的牙骨和牙肉 因為我們研究證實了 好像糖尿病的時候 對這個免疫力就會比較低 而且都會產生更多破壞 就是溶解我們牙骨牙肉的細胞 所以就會令到我們的牙齒 會持續地鬆 會有脫落的情況 牙周病也有分好初期或晚期 但總統來說 牙周病是牙組織周圍的病 即不是牙齒的問題 是保護牙周圍 包括牙骨、牙肉 還有很多其他細胞的病 而牙周病是甚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牙齒 當這些細菌引起的時候 我們長期沒有理會 或者跟我們的免疫力發生了一些反應之後 結果就是 當這些牙齒越生越下 它會形成一些毒素 或者去攻擊我們的免疫系統 而我們免疫系統作出一些反應 就會令到我們周圍的牙骨、牙肉等 支撐著牙的組織流失 即是說我們牙齒是一棵樹 我們的牙骨、牙肉是泥土 泥土一路收縮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牙齒就會慢慢 沒有東西支撐著 會慢慢搖晃 甚至最後脫掉 但當我們俗稱牙骨、牙肉受到破壞 甚至我們有一個俗稱牙周袋 就是牙和牙肉中間有個胸隙的時候 其實細菌很容易藏在那個位置 而我們要集中處理 基本上就是要處理深層的髒東西 所以在我們正式處理牙周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能夠單靠普通洗牙 或者擦牙 嘗試在面上控制病情 基本上比較常見的就是 我們會做深層清潔 或者牙根掛指的治療 做法就是把牙底 牙根上依附著的毒素 一些牙石細菌都清除了它 希望可以穩定病情 很可惜了 其實糖尿病和牙周病 都是一個我們身體內的慢性疾病 任何慢性疾病 其實都不是急性疾病 來得快也去得快 基本上我們的免疫功能 就是耐這些病不好 所以我們不能說撕掉這個病 但是好消息就是 如果我們把牙周病穩定到 或者把糖尿病穩定到 其實我們可以減發到很多病發症 即是說我們的生活質素 可能不會太受影響 穩定了牙周病 不論我們美觀上 防止牙齒不整齊 或者是很肉酸的情況 功能上 即將來我們年紀不會說 牙鬆到吃不到東西 年紀大的時候牙不會掉 也不會令我們血糖更加差 我們將其中一個危險 因此我們拿走的時候 將來身體健康也會更加有保障